如果收到了安檢瓦斯的通知書 提醒您一定要特別的提高警覺 因為這可能是最新的詐騙手法 粉紅通知書上寫著 因為管線老舟以及液氧化碳中毒事件 頻傳因此瓦斯公司要上門檢查管線 民眾在信箱看到通知書後 感覺怪怪的 查日查電話號碼發現 這並不是大臺北瓦斯公司的電話 讓他懷疑這該不會是一場騙局 緊急PO文提醒民眾 立刻引起網友熱烈反應 不少人表示不用檢查就知道 結果是瓦斯會漏氣需要更換零檢 也有網友直言這百分之百是假的 而且還行之有年 仔細一看通知書上 清除寫著大台北區瓦斯服務通知 並附上檢收日期 但卻沒有完整公司名稱 對比真正大台北瓦斯公司通知單 應用公司LOGO特別標注核對身份時間不提前 並且現場不收費 會把耗材費歸到下棋賬單裡面 通知單人要確定我們的全名 然後再來就核對他自己的那個姓名啊 而這樣疑似冒名的事件恐怕也已經觸罰 假冒的人員已經觸犯了刑法339條的詐欺罪 最高是可以處到五年以下的有機徒刑 近期詐騙事件層出不求民眾也要提高自身警覺 避免因為一時大意讓自己花冤枉錢 還暴露在危險之中 記者王毅君於陸為台北採訪報導